双方参战兵力最高是中国560万,日本410万,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以上。 今天的中国对这场战争记忆最深的人就是抗战老兵。 1937年,南京战役爆发,日本20万陆军与海军协同,兵分三路进攻南京。 南京守军英勇抵抗,但中英力量悬殊,在牺牲了无数中国将士之后,南京被沦陷。 然而几十年过去了,一些还健在的抗战老兵却心存欠疚。 据现代快报的报道,在一次南京保卫战纪念会上, 吴春祥、张修奇、冯中瑶和陈云四位老兵一起向南京人民敬礼。 我等几位对不起南京人民,12月12日撤退的时候部队慌乱, 没了很好的组织战斗,使得南京人民在之后的日子里饱受痛苦, 在此向南京人民道歉了。 陈云在阵地上死守七天七夜。 吴春祥第一次战斗就在南京,抗日战争中经历大小战役数十次。 冯中瑶是一位坦克兵,张修奇也是黄补生。 一次战斗中50位同学战时37位。 抗战老兵表示,中国现在总算扬眉统计了, 我们丝毫不后悔参加抗战。 对于这个道歉,接受及表示承认,但我们绝不接受。 我们不认为里面有愧,其实这些抗战老兵已经付出了太多太多, 哪里需要道歉?他们经历的残酷与悲壮, 如不是亲身经历没有人能体会。 那些千千万万抗战的士兵都无需自责。 对此,有网友十一个字回复感人肺腑。 亲爱的老兵,不要说对不起。 大家都表示,向老兵致敬,你们是中国最爷们的人, 我们对你们只有感激,没有责备。 因为有你们,中国才没有王国。 有当过兵的网友表示,这些老兵当时心里最难受, 很可能这是那些老兵心里一辈子的痛。 我相信他们没有一个人愿意撤退。 这些老兵真的不需要道歉, 没有他们当年的欲许拼杀, 就没有我们今天的抬头做人。 反而是我们要感谢他们。 中国兵法里有一句话, 攻城为相,攻心为相。 日本之所以曾在中国土地上大肆烧杀抢掠, 其目的就是要彻底击垮中国人的意志。 中国人的意志一旦垮掉, 哪怕中国人数世界第一, 依然会被日本不战而胜。 然而中国军民虽然武器装备比不上日本, 日本却始终击垮不垮中国。 日本人心里清楚, 只要是中国人数,